注意看 这名一心要将工作进行到底的男人 为了要回自己的资金 竟然直接与市委书记印钢 究竟是什么原因 能让西北锤王如此大动肝火呢 原来就在几天前 主抓全省扶贫工作的博文经过实地考察 却发现省里一再强调的 威房改造工程却迟迟落实不下去 气得他带住村主任和县长 就是一顿臭骂 而问及县长为什么不根据政策进行威房改造的时候 县长却一再推诿转移话题 唯独对下发下来的扶贫款向只字不提 最后在博文的层层质问下 这才不得已说出实话 其实上面拨给我们的威房款 根本就没有到位 你说送里面的钱 不下去 你在心里没有拿刀 得到这个消息对博文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国家拨付的扶贫款早就经过省市一级一级下发了出去 而基层却一直没有收到 这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又究竟是谁胆敢肆无忌惮地结下这笔巨款 想到这里博文立即结束了行程前往省里 接着便直接找到了主管此事的驻舰厅齐厅长 原来其实这笔款项早已发了下去 如果这笔款项出了问题 那必然是在市里出现了问题 得到答案博文随即又起身到市里 但就在这时期厅长却说道 我可听说孙书记马上要调到省里来 当副省长了 你别动不动就发脾气 拍桌子的 你这以后见了面以后怎么开场工作 博文迟疑了片刻直接选择离开 如果因为这些便让他就此大手 这显然不是他行事三十余年的风格 但是这位市委书记却并不打算轻易交给他 原来因为市里考虑到市里的众多烂物工程 便自作决定将这笔款项列入了统筹的领域 也就是如此 本是给农民翻修威房的巨款 就这样成为了市里填骨漏洞的补丁 听到这里博文再次火了 你统筹到哪里去了 你们市里把国家拨下来的威房改造资金 给统筹出去了 孙书记啊 你到村里去看一看啊 那老百姓住的啥地方啊 那是住在棚子里面 你们这么干你不怕老百姓在背后戳你们几两股啊 而这位领导全然不将博文的话放在心上 并且哭穷的同事还以别的事 也是这样做的原因为借口推脱 但博文也丝毫不惯着这个老头 指着桌子吹胡子瞪眼不达目的不罢休 隔天 博文被中书记叫到办公室 博文也就此事当面向中书记做了检讨 但是他的性情也正是这位封疆大力所欣赏的 并通过重新下发文件让被截胡的资金得以顺利下发 而接下来博文又将如何做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你担心的问题已经通过政策手段得到了解决 放心了吧 注意看 究竟是什么能让一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齐身相迎 而这又竟是什么非得让两名党政首长亲手签名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主抓全省扶贫工作的博文响应中央的号长 亲自派出得力干将拍了一部反映农村现状的真实纪录片 并在全省的党政班子举行学习探讨 播放完毕后博文郑重宣布中央的决定 接下来呢 党中央会和中西部22个省区师 先扶贫工作的决定状 咱省的省美书业中书记 省长都要和党中央先扶贫工作的责任书了 原来中央已经知道全国的扶贫已经进入攻坚阶段 为了更进一步落实政策的导向 也为了更进一步的让地方领导不遗余力的落实政策 这才做出了这项扶贫军令状的策略 不久之后 国文正式从北京带回脱贫攻坚责任书 省委书记和省长并列迎接 自两位省内党政首长接过责任书的那一刻 也代表着中原省全省正式进入最后的脱贫攻坚阶段 最后中书记守扶责任书做出庄严承诺 动员一切力量一定要在2020年以前 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扶贫任务 一定要实现全省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扶贫目标 话音落下中书记正式在责任书上签字 随后这项任务迅速下达5级书记 而深处泥河乡的柳家平自然也不能例外 随着泥河大坝的落成 一直以土地为生命的诏书和也有了新想法 浪潮退去卧野千里他又怎能浪费如此的机遇 另一边柳明和嘎娃的穆尔大坟经过教授的指导也终于上了步队 在扶贫工作队的带领下 蔬菜大坟 豆腐作坊和英子的安纯养殖拔地而起 相比之下赵书河的开荒工作却迟滞不前 于是高峰借着机会给雅琪出起了主意 前两天我到县里去开会 刚好碰到一个工程队的负责任 人家说 只要咱村有关于脱贫攻坚的问题 就可以找他们帮忙 而且这样你跟你爸关系还能缓和一下 看着这个名义上的哥哥雅琪充满了感动 隔天 就在赵书河带着众小伙子开荒的时候 雅琪叫的工程队也加入队伍 在强大的助力下开垦工作很快接近尾声 不多久后 赵书河走在无尽的田野之上高兴地自言自语 经此一事 赵书河也与雅琪的矛盾得到化解 久别的三人终于时隔多天重新坐上了一个桌子上吃饭 注意看 这个村主任可不简单 昨天还嚷嚷着将村主任的位置让给男人 而过了一夜却直接冲到男人的宾馆 原来就在昨天 一心想着村里的刘小江再次来到村上 并借着机会在柳大满的家里小酌两倍 但没想到柳大满借着酒精却袒露了心扉 并不断地说自己老了跟不上趟 希望刘小江能接自己的班 并放言自己还会全力帮助他当选 说到此处还不忘到厕所拍个黄瓜 也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如果真如刘大满所说 自己坐上了村主任有了头衔 那在为村上做事的时候也就名正言顺 但是刘小江却显然忘记了这话 也只不过是柳大满的酒话 几分真几分假还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 便向第一书记雅琪表露了心情 得到了雅琪的肯定 就这样刘小江成为了村主任候选人当中的一员 村民们看到他的名字瞬间变得热闹起来 阵营也立刻变得惊畏分明 一部分人顾及柳大满几十年对村里的付出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跟着已经是大老板的刘小江更有前途 得知了情况的柳大满立即气冲冲地跑到了县里 并将刘小江送的酒扔到了沙发上 刘小江本以为他是来提前祝贺自己的 但没想到刘大满却是将昨天的失望得一干二几 刘小江看着刘大满一脸认真的样子顿时明白过来 手忙脚乱地帮他回忆昨天说过的话做出的承诺 这下刘小江却是不知如何是好 而柳大满也不愿再跟他说废话 并指着桌子直接放下狠话 此时的另一边 晚村的人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而柳大满也立即找到了赵叔和想办法拉选票 赵叔和听说刘小江参与了选举也很是意外 但熟知柳家平的他也并没有过多担心 却不知柳大满接下来的话让他也顺势不解 听到自己的女儿也支持刘小江 赵叔和满脸的不可置信 接着他便找到女儿质问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柳大满和他搭档几十年 他自然于公于私都不想让别人替代他的位置 于是他将所有的责任怪到了雅琪的身上 在他看来如果不是女儿的支持 他刘小江又怎能有信心成为候选人 此时的另一边 回到家的村里也开始破口大骂 俨然将刘小江当成了恩将仇报最大恶极之人 但是随后他便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注意看 这名当升任副市长的县委书记 还没等屁股坐热便又被直接打回了原形 现在根据中央干部任用的要求 宣布你回到山南县继续担任县委书记 原来国家为了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刻意下发文件 在所有的贫困县一把手为脱离贫困的器械内 不得调动岗位 即使已经调入新岗位的也必须立即重新下发原集 而这名刚调入市里的山南县县委书记也自然不能例外 心里的巨大落差让聂爱玲备受打击 再没有了刚才的意气风发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聂爱玲在山南县的公事期终于弃满了 因为任职期间政绩突出特升任为天河市副市长 而令谁也不会想到他刚到了市里 正在意气风发挥赤方球的时候 组织部长却突然宣布了这个消息 就这样聂爱玲重新回到了山南县 而就在这时他的薄乐博文却突然出现 看到对自己有着知遇知恩的博文 聂爱玲一改往日的阴霾 而博文这次前来更是特意为他解除心理负担 因为对于山南县的他最为的熟悉 若是要脱贫 那必然不是一两年间就能完成的 说到这博文也毫不避讳 恶骨结尔 听到博文的分析聂爱玲反而轻松的一笑 对于他来说自己已经重新回到山南县 既来之则安之 如果在自己任期能让山南县摆脱贫困 那对于自己来说也是莫大的伟业 那个日子叫广荣退休 还有年外将近13万个贫困存 9800多万少年轻 再不能当逃兵 听完聂爱玲的话 博文放心了一笑 而聂爱玲这时才知道 其实博文此次前来并非有别的事 而是特意来看自己的 人生得一如此伯乐 对于他来说也是一大兴时 相对于聂爱玲的调刃更替 另一边的柳家平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就在不久之前 一心为了村民操劳的柳大满 再次找到柳小江 希望他能将村中的几十号人 放在他们的工程上 从小吃了贫穷的亏的柳小江虽然为难 但还是满口地答应下来 并且承担了全部的培训 阿诚 打麻索这挺明白了吧 不久后 柳小江借着给村里送电脑直机 看望柳大满 三杯酒下的杜柳大满开始胡吹海骂 借着酒一跟柳小江说出了心里话 同时也是他最为后悔的话 注意看 这位一锦还乡的大老板 竟然想竞选村主任 而这不仅是因为他想回报家乡 追其原因却是因为柳大满的一句酒话 因为这句话柳小江这才找到第一书记赵雅齐报了 但是他却没想到也正是因为听了柳大满的酒话 二人也因此彻底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随着候选名单的揭露 村民们也随即展开激烈的讨论 并很快分成了两个阵营 老一派固执保守求吻当然选择柳大满 年轻一派思想灵活求发展柳小江 也当然是他们的理想对象 在这其中就连第一书记和柳丘林 就是其中的一员 得到了这个沉痛的事实 赵书和气愤不已还以为柳丘林之所以这样说 全是之前刘小江送给小学的电报 但是柳丘林做了半辈子的老师 思想见识与对现今当代的发展的认识 显然不是固执保守一辈子以土地为己任的赵书和能与之相比的 你的意思就是恶和大满都烙了 现在是大满 下一个就轮到恶了 恶给你说柳丘林 你和你女子谁都不许只是柳小姐 到了晚上 刘大满再次找到赵书和商谈对策 但是面对紧张的时间 挨家挨户做工作显然已经不太可能 将村民集合在一起开个会吃个饭又违反纪律 两人想来想去最终也没想出个办法 而之所以让柳大满如此担心柳小江选上 不仅是因为自己还没过够的关影 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原因 但是随后赵书和无意的一句话却点醒了柳大满 自己混迹柳家平几十年 要群众基础有群众基础 如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他还竞选什么村主人 隔天 即将参与选举的刘小江也开始了行动 他虽然不想跟对自己有恩的柳大满成为对手 但是话已经放了出去他自然要迎热而上 他的助理更是希望事先给村民们点小恩小惠来拉选票 但是刘小江却不打算这么多 不搞得了小动作 你选你帮我们让他选吗 不久后村民大会如期召开 刘大满和刘小江的村主任之争也正式拉开帷幕 按照刘成两人开始发表竞选敢言拉选票 但是刘大满却是大手一挥直接自信地省去了这个环节 随后刘小江开始发言 原来自从这次机缘巧合从南方回来 刘小江便是一直对家乡念念不忘 并时时刻刻想着给村里做些事 但是没有合适的身份自己也不得不畏守卫 所以这才在当初柳大满酒后让他当村主任的时候 才让他下了决定参与此次的选举 村主任要是当上了 内定补助士兵 用这份责任带领大家支付 我们宣伤也没关系 那就用百分之一半二的力气 带领大家干上厚死后 随后正式进入投票环节 而选票结果刘小江还是最终以五票之差 与村主任势之交比 得到了这个结果刘小江能否还会留在村上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而此时的另一边的省府平半大楼里 一位史前大佬也终于出现 注意看 全聚的压轴大佬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国家为了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中央再次下发文件令所有的大型国企参与其中 并像党政领导一样签下军令状对口扶贫 而身居新华集团的党组书记卢书记自然不能力挽 党中央把脱贫空间当作重大的政治人们前所利用 是时候要调转头来 帮助农民兄弟把生活搞上去 就此来自新华集团的对口帮扶正式展开 紧接着卢书记便再次与夏处长视频会议 并直接开门见山下达中央下派的任务 要求正式开始考察适合农村发展的一切项目 帮助当地的群众尽快摆脱贫困 而且还有夏书记带领助理团立即开始项目评估工作 得到任务后随即又找到省服评办的博文 得知自己的对口地方是山南县 夏处长又再次前往了山南县 并与聂书记开会商讨具体的产业项目 但是考虑到水道的项目周期常见效慢 夏处长随即提出意见 现在我们时间紧任务重 我个人的意见啊 要不咱们优先先考虑诺尔项目 聂书记一排桌子诺尔项目就此确定下来 而此时的柳家平内 经过扶贫队高峰三人的努力付出 整个村子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柳明和嘎娃在农科所教授的指导下 也终于历经数次失败后获得成功 就连动不动就要放了别人气得赵刚子的兔子 也养得有声有色 但是不久后这会又开始了新的主意 这养兔子太磨乱了 八个四又早又抽 成活率又不高 而且又买不上几个钱 那春天假样的我单纯 肉能没钱 蛋能没钱 就连八个四都能没钱 为啥不将个样的 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放弃哥还摇身一变成了网红 并且不久后便拥有了十几万粉丝 估计这次终于让他可以放弃放个够了 而就在这个本来是无比平和的日子里 另一边的赵书和却与省里下发的穆尔项目起了矛盾 原来 为了寻找最好的养殖环境 夏处长将养殖基地选到了他刚开垦不久的一百多亩土地之上 看到他们盯上了自己要种水稻的土地 赵书和随即没好气地说道 可能在这儿 这块地 是那琴子待人 为了经历开 那是要种水稻 就这样夏处长不得已只能再寻土地 但是赵书和却仍旧不放心 隔天便到县里找到了聂书家 因为两人早有几十年的交情 赵书和也直言不会旁敲侧击 看似若无其事地提起 昨天夏处长看上自己地的事 借此向他表明自己的态度 给聂书记打预防针 聂书记怎能不知道他的意思 如果夏处长的项目真看上了他的那块地 根据赵书和的性格 那还真不是件简单的事 而最后他能否保住那一百亚米重水稻的地 让我们拭目以待 谁能想到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为了用一块地 竟然还得求着一个村支书到玉米地里 原来省里下派的一个大型国企道柳家平对口扶贫 建造一个大型的木耳养殖基地 但恰好不好却偏偏看上了赵书和视为生命的 并耗费巨大心血开垦出来的一百多亩地 赵书和随即年走了勘探的夏处长 但是经过夏处长连番的勘探再也没有合适的用力 不是交通不便就是远离水稻 为此主管此事的孔主任不得不找到聂书记 这别的地方的地啊都不合适 要不就是不靠近水源 要不就是这个面积不够 这个交通也不便利 这考察来考察去啊 还就是那柳家平这块地合适 听完此话聂书记也为了难 在此之前赵书和早已给他放出了话 如今却一语成谶还非他的那块地不可 聂爱玲一再强调是不是所有的地都卡了 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他也不得不去亲自找来赵书和 但是赵书和又怎能不知道他叫自己的来意 两个人各怀心思的同时 还不得不互相吹捧打马虎眼 但是任凭聂书记好说胆说赵书和仍旧不松口 还拿起报纸给他讲起国家的政策 人家有人家的要求 赵书和也有他的计划 最后赵书和也不愿废话 说完此话赵书和随即起身就走 聂书记为了讨好他联盟去给他拿茶叶 但是拿人手短吃人嘴短的道理 他赵书和又怎能不知道 为了寻找适合的用地 聂书记随即亲自前往了实地再次调查勘探 但是看来看去最终也没有寻找到合适的 迟迟得不到建设墨尔基地的土地 负责对接的新华集团负责人夏处长终于也等不及 眼看时间节点越来越近 却次次得不到土地审批的夏处长终于发起了 不是你们做了这么长时间你们的工作进展在哪呢 你还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呢 随后聂书记亲自到了地里找到赵书和 对口扶贫是如今县里甚至是全国打响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枪 这不仅面临着即将到来的考核 更关系着整个地区的扶贫工作的进程 其中的厉害关系再也容不得耽搁 但是如此有益的一件事 赵书和却仍旧全然不顾 只想着自己还没有种下的水稻 面对赵书和的固执和强硬 聂书记终于也活了起来 何坦弟那可以让 你先办个埋里 我做当时给你摸几地大敌击 赵书和你只要当顶子活的事 我把你都是顶子